欢迎收听鱼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,请听第479集。 韩刚说的跟外面的拆字算命的瞎子一样,每字拆成羊和大,而成则是包含一个葛字,羊大了要杀,当然不吉利。 关家也是这么说的,王蚁上下打量了丈夫一番,看着没有问题便点了点头,周南忙将穿在外面的飞罗袍拿来。 韩刚又是张开双臂,让周南和云娘一起将袍裙穿在身上,王蚁依然在旁边监督着。 韩刚这是要参加大朝会,衣着装束上有一点不对,就是不敬之罪,御使们可是不会嫌自己工作少。 不过有王蚁这位宰相的女儿盯着,周南又是出身教方司,对服装之仪都是很了解,韩刚就能乐得轻松。 风亨只看字面倒是不错,风亨欲大嘛,财多得大,故为之为风,得大则无所不容,财多则无所不济,无所拥爱,为之为亨,故曰风亨。 多年的秦学不错,韩刚已经可以算是底蕴出众的儒者了,孔英达的柱树也是信手拈来。 那天子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年号? 位子不成。 韩刚一拍手,难怪。 官人别动。 周南一声叫住韩刚,让他一下子停止了动作,将下山给韩刚套上,又拿了一条黑色的膝带出来,与云娘一起动手,寄紧在韩刚的腰间。 赵须不喜欢风亨中的亨字,就是因为下面了比子少了一横,所以叫为子不成,与父母不利。 以此为女的年号,当然是对高太后有影响。 天子为人至孝,所以不喜欢这个亨字。 王义说道,不过韩刚估计更多的还是怕子少上一笔的亨,会绝了他赵须的黄色,这也可以解释成为为子不成。 所以赵须将风亨去了亨字,前面加了个元,元者时也,又可做大字解,按严施谷的说法,是更受天之大命,元风便是受天之大命,使风大风。 元风年号出台的由来,也只有前宰相的女儿,才会如此了弱执掌。 据韩刚所知,当初由西宁为年号也是这个原因,至平四年赵须登基的第一年,年初英宗驾崩,当时还没有改元,也是意灾连连。 五月旱,六月落,近七月的时候河北流民载道,这都不算什么了,从八月开始,京城福建接连地震,所以为了求一个平安, 故而有了西宁二年的西,是樊胜,宁自然是安宁,当时是希望老天爷能消停一些。 以元风为年号是九月初的事了,爹爹也是知道的,十一月的时候,赵书都预备好了,是冯相公领头牵押, 不过是到了今年冬至焦寺的时候,才公诸天下,那时却已经是换成是吴相公了,便又忙着改诏书。 韩刚听王岐说着他不知道的故事,忍不住哈哈一笑。 冯经也是倒霉,作为宰相,在焦寺之年竟然还能给赶下台去,可以说张商英的弹劾是恰准的时机,赶在焦寺之前下手,冯经作为宰相只能避位。 为了保证朝廷三年一度的大典,能顺理实行,只能换一个宰相。 当然,天子其实也有将张商英踢出去,保住冯经的选择,但御史忠诚邓润府带着一众御史,紧跟着开始弹劾冯经。 这样一来,赵书总不能为了冯经,将御史台给清空掉。 王安石能有这份量,冯经可不够资格。 且在焦天大典上,御史们的工作很重要,所以也只能让冯经走人。 换一个总比换许多要好,何况冯经被弹劾的罪名,一时半会儿也辩析不清,赵徐没有时间为他耽搁。 不过换了吴冲上来任职,恐怕天子也有对吕慧卿等人不顾大局的愤怒在。 苦恨年年押金线,为他人做嫁衣裳,吕慧卿实在是心急的过了头,须知欲速则不达呀。 韩刚暗叹了两声也就罢了,反正这个不关他的事,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吕慧卿混在一边。 只是在帮韩刚穿衣服而已,周南和云娘都忙得额头出汗,王仪也不跟韩刚说话了,眼睛上上下下打亮着,仔仔细细,一点也不放过,确定衣裳的穿戴没有问题。 系上了腰带,接下来就是各色配饰,韩刚散官是从无品下,但他被刺三品福色,装束上同等于三品官。 弓服是紫色袍服,而巢服也是三品衣级。 银剑,玉配,银环一一配上。 周南又拿了一条狮子纹的锦兽,给韩刚系在腰侧,一直垂到西边。 云娘捧着一顶浸贤棺,让韩刚坐下来之后给他戴上,王仪也走上来,将棺棉挪得端端正正的,然后才插上了一根长长的西角簪,将浸贤棺和发簪给别上。 头冠,衣装,配饰都穿戴好了,下面还有鞋袜,白色罗袜,黑色的木底皮靴,这也是巢服的一部分。 外间的房门被推开,去了小厨房的严肃心,带了两名粗屎的丫鬟,烹了几重冬日进补的药汤,还有给韩刚的早饭,一起送了进来。 韩云娘和周南蹲着身子,帮韩刚穿着鞋袜,而严肃心捧着药汤,先给了韩刚,接着又给了王仪一中,两名食女也将早餐在桌上摆好。 两名美妾终于穿好了鞋袜,翘生生的站了起来,韩刚抿着滚烫的汤水,如果她愿意,她的妻妾都可以帮着吹凉了,喂到她的嘴边。 生活起居,任何一项都有人服侍到最细微的环节。 这样什么腐朽糜烈的生活,在后世能享受的是凤毛麟角,而在这个时代却是十分的平常。 换好了朝服,吃过了严肃心精心烹制的早餐,韩刚就要启程去参加正诞大朝会,临行时也不妄想妻妾道别,顺便还提醒了王仪早点去休息。 午后你也要入宫去,得养足精神啊。 王仪也有告命在身,靠着韩刚得了个君君的封号,等到下午,他就得换上外命夫的服饰,去宫中拜见太皇太后,太后和皇后,这是免不了的凡文入节。 奴家知道了,官人就放心上朝去好了。 王仪屈膝扶了一服,与周南肃心和云娘将韩刚送了出去。 韩府的大门中开,一对骑手从院中鱼贯而出,向着宫城的方向过去。 大宋的官员一直都是很悠闲的,就算是在周县中坐着亲民官,也能找到与亲友出外饮宴的余霞。 而相比起他们用在一些喜闻乐见的消遣上的时间,他们放在公务上的精力,就未免太少了一点。 不过到了朝官一级,又是身在京城,那么很多官员三更天,就是要起床赶去上朝。 尤其是冬天,一边怀念着被窝中的温暖,一边还要冒着刺骨的寒风赶去宫廷。 这份苦,让许多官员都怨声载道。 幸好礼仪性质的每日常朝,连天子都懒得出现,只让宰相压斑,有时候甚至连宰相都不出面。 过去曾有几次惹来了御史的弹劾,至于普通朝官,如果手上有十职,就可以不参加。 没有十职的,也能隔三差五的请个假。 不过到了每隔五日的常餐,以及所望之日,又是正诞等大朝会的日子,那就怎么也躲不了了。 正诞大朝在京朝官皆得与会,文官五官加起来也有上千人,还有带着一系列显赫官职的皇亲国戚,都是有资格且必须参加朝会。 半夜三晶的京城道路上,全都是向着京德门而去的队伍。 韩刚从家中出来,一路上不知见到了多少要参加正诞大朝会的官员,上了大路之后,汇集起来的人流浩浩荡荡,让人不尽惊讶。 京城之中哪里来的这么多官? 巡城的队伍也为数不少,避让韩刚一行的几支队伍都没有什么精神,锁着脖子的为多。 方才出了家门所在的街下,巷口的前火铺望台上,还响着咚咚的跺脚声。 韩刚呼出一口白气,随即在空中消散,今天的确是够冷的,比起前几天韩刚入京的时候,温度下降了不少。 这样的气温再持续几天,估计菜盒都要冻头底了。 转到了内西门大街,上朝的官员越发的多了起来,其中有不少相熟的,互相之间喝着新年。 韩刚一行继续往前,到宣德门已经不远了。 这时从另一条道上转过来一支人数颇多的队伍,有六七十人之多,提在手上的马灯都是长长的一溜。 韩刚看了一眼,就随对避让到路边,路上的其他官员也全都退避路旁。 这是执政一级,方才拥有的人数。 不同品级的地位,能带在身边的元随数目是有定数的。 韩刚作为龙突阁学士,能有七名朝廷给发一粮的元随,而执政是五十到七十,宰相则是七十到一百。 看着眼前的人数规模,地位不高的官员,当然得避让到路旁,让对方先走一步。 何况还有载质专有的清凉伞在后面张着。 这一队的身份韩刚差不多也知道了,眼下的几位载质之中,东府三人,西府四人,除了还没有报到的郭奎,还有刚刚接任的吕公柱,其他人都是已经坐久了执政。 各自被刺了宅底,而方才的方向上,则并不是载质被刺官邸的所在位置。 何况一众元随挑着的灯笼上,还有个端端正正的吕字。 大小几十名官员都目送着那一只人马前行,不易却看见他们突然停了脚步,一名远随骑着马向韩刚这边奔过来。 敢问可是韩龙徒,小人奉我家疏密之命,特来相寻。 果然是吕公柱。 不过他是怎么猜出自己身份的呢? 韩刚疑惑着,这条路上放眼一望,前前后后倒是有及时对人之多,多得近百人,少得就是孤家寡人一个,最多带个半打。 韩刚一行人数不多不少,却也并不算起眼。 怎么不知自己的身份,怎么给看破的? 他的远随打起了灯笼,可没有飙伤兴致啊。 正是我家龙徒,一名远随随即答道。 正是韩刚。 韩刚亲口发出的回答也没有耽搁。 韩宇坤,可否与老夫同行一程啊? 吕公柱的声音并不大,但在安静下来的街道上, 清晰地传进了韩刚的耳朵里。 吕公柱招呼他,韩刚并没有犹豫,随即打马上前,与吕公柱打了个照面,行礼问好。 韩刚没有见过吕公柱,但他对当今的疏密史闻名已久。 前代权相吕一简的儿子,如今又坐到了载职的位置上,因为反对诸多心法,又曾经弹劾王安石,他当然算是铁杆的旧党。 当初曾被吕家温偷了奏章,跺脚大骂这位吃礼爬外的侄孙是家贼。 不过吕家温如今在新党中也是地位甚高,可比吕家现有的第三代、第四代要强,论能力也是不差的。 吕公柱的年纪已经不小了,比王安石还要年长,当年与韩维、司马光、王安石并称,精神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样子。 五六十岁的年纪,其实正是载职官们正当年的时候,能三四十便晋升载职的也就那么一两个,更多的还是按部就班的晋升。 从群臣中脱颖而出,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得到载职的任命。 吕公柱见了韩刚并没有说什么久闻大名的废话,只是上下打量着韩刚时,眼神中有着几分赞许。 两人一同前行,韩刚稍稍拖后一个码头的距离,保持着恭敬的态度。 吕公柱的语气沉沉。 张子厚实在是可惜了,这世上能贯通诸经,有所禅发的人也就三五人,本以为他能继续传习大道,想不到转眼之间就已归道山。 韩刚的心情沉愈了下来,张赛已经归葬横渠,自己作为传一波的弟子都没能送上一程,还是王仪请王旁带送了典仪。 不过张赛的学生大半还在京师,韩刚今次回京,这两日有不少人登门拜访,能光大官学门楣?不,如今当时叫气学了,张赛的声望早已不再局限于关中,眼下只有韩刚一人。 当年老夫在洛阳,曾经与子后多有往来,吕公柱继续说着,子后的才学是不用说了,为人仆后,忠勤于世,老夫举荐于他,也是想他能有补于朝廷。 御坤前岁举荐子后,也当是如此作响吧。 先师御昌明圣教,光大先生之学,韩刚即为弟子,自当一校全马之老。 吕公柱当年担任御史中成的时候,的确是推荐了张赛入京为官,那还是西宁二年的事。 从这一点上,韩刚就必须对吕公柱保持着足够的尊重。 吕公柱点了点头,还有张天琪也是可惜了,天琪为人甚正,是个难得的监察御史。 张赛的弟弟张俭,韩刚当年第一次上京,曾授业于他,前些日子也病死了。 张赛费病转重,其实也有伤心的缘故。 在吕公柱当御史中成的时候,张俭曾是他的下属,自是有些香火之情。 不过张俭之所以被赶出京师,也是因为他参加了吕公柱所领导的御史台的大合唱,最后受到了大惊喜。 吕公柱一个劲儿的提旧事,韩刚觉得有些纳闷,不过应该不会有什么诡异,以吕公柱的身份,当不至于如此下作。 行走了一段,向左上了御街,内西门大街也算是城中数得着宽阔的大道,但与跨度两百步如同一个广场的御街比起来,还是差了甚远。 御街上的人当然更多,韩刚跟着吕公柱,后面一张清凉伞打着,倒是沾光了不少。 吕公柱还以韩刚说着话,张子后的郑萌一书已经堪行于世,老夫也有了一套,翻看良久,兼有所得。 其中道义阐述盛名,当真不愧是子后啊。 郑萌乃是先师潜心天地,参圣学之源,得一名,得一尊,数载难有所成,先师心血所惧,若能得知疏密赞许,必敢欣慰。 郑萌出篇,老夫醉喜,大心一篇,德性所知,不蒙于见闻,圣人尽性,不以见闻库之心。 以子后所言,人心匹如明镜,不为外物所扰。 耳目虽为性类,然何内外之德,知其为起之要也,德性,见闻,并行不备,两不利,则一不可见,一不可见,则两知用习。 吕公柱自能去了解张在的柱术,这当然是好事,但他歪解张在的理论,韩刚却是心中不快。 吕公柱信佛是有名的,与复辟差不多,司马光都说他们对浮屠的重信几乎尽于命。 而为了能把儿子好养活,把和尚当作阿猫阿狗一般的贱民,给儿子做小名的欧阳修,则是被司马光评价为造,两者都偏于极端。 韩刚反驳的话,有着针锋相对的意思,但吕公柱倒是一笑并不以为楚,反问道,不知格物置之,做何解呀? 大齐心则能替天下之物,替万物之理,即为格物置之。 韩刚很简略地回答,在刚刚集结成册的正蒙艺书中,也有许多关于格物置之的解释,想来吕公柱也不会露看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,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479集,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480集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